今天要为我们碰到玉米美味的是我们的高大厨 其实我们有的时候真的会很留恋那个韩国料理店里面那个土豆泥 是 没错 总觉得它拌的那个味道跟我们在家里面拌的就是不一样 而今天我们要用这个玉米来就拌这个土豆泥 而且拌的这个呢绝对对是料足味好 用到培根 西芹 洋葱 玉米 然后还有我们的大土豆倒出泥了 接下来怎么做 大厨 来 我们首先要给它准备土豆泥 这个土豆呢给它装好也好 放到微包炉里给它攥熟也好 反正总之呢要把它做成泥 没错 把皮一拨下去 然后倒成泥 我们发现新土豆就是比较面一些 对 这会儿的水果还是挺好吃 泥做泥的时候呢 把它装到一个保鲜袋里去 把它攥巴攥巴 敲巴敲巴 很容易就可以攥出泥了 就是让它彻底变成泥浆状 这边处理的是洋葱末 把洋葱呢切成小碎末 咱今天要做的是杂拌土豆泥嘛 所以说想拌进去 切得越小越细 可能说越好 是吧 还有西芹 因为土豆本身是泥状的 所以里面的配料呢 都是要小细丁啊 小粒它好吃 做成小颗粒 没错 你看这边我们的西芹呢 也很脆爽 其实今天我们吃的这个玉米 在里面搭配呢 有点像什么感觉 有点像玉米这种粗粮和土豆 在一起来 这个粗粮的杂烩 因为我们知道玉米 包括我们的土豆都属于是粗粮 但是你知道今天我们说的这个玉米 是普通的黄玉米 现在刚才老师也说了 市面上卖那个紫玉米很流行 不光紫的 还有那个白的 它有那个白和紫相间的 杂交玉米 杂交玉米 我发现很多品种 老实跟我们说的 其实这不同品种的玉米 就是哪种营养是最好的 黑的倒也好吗 黑的 它每种玉米的颜色不同呢 它的营养素不一样 但是不能说它的营养就好还是坏 比如说你像紫玉米呢 是因为有花青素 花青素多 花青素这种颜色它能呈现紫色 但是它的主要作用就是抗眼花 防衰老 美容 所以你像紫皮的东西 紫茄子 洋葱 洋葱啊 这种都是由美容 养颜 包括我们吃的丧肾呢 对对对 这种作用要多一点 所以你想美容养颜 那你就吃这一类的 花青素多的 另外呢你比如说我们要想皮肤比较好一点 那么抗氧化 那么另外呢还有就是我们这个治疗这个皮肤的干燥症 就需要那种玉米黄素 就是秋天的时候容易干燥 玉米黄素在哪里多 玉米黄素 就是黄玉米 对 普通的玉米粒 黄色的玉米呢 它是尤其是发那种淡黄色是叫玉米黄素 另外呢你像那种有点发金色的那种头的玉米 它就白达胡萝卜素比较多 就是说金色的玉米 就是说这种都是对皮肤很好的 对对 皮肤都比较好 缓解干燥症 另外对眼睛好 养眼睛的那种 养眼睛 现在做那个玉米配牙油啊 对 是不是就是从这个黄玉米粒提起出来的 就是黄玉米 从黄玉米当中体验 另外我们还有一种玉米是黏玉米 那个黏玉米黏性比较大 太好了 吃那个时候你就吃完之后 你要是闭一下那个双唇就刚好沾上了 对对对 可是那个玉米呢 它有个坏处 糖尿病人不能吃 糖分高吗 对 它那个脂炼淀粉比较多 那种脂炼淀粉 它能够生糖 所以那种玉米呢 我们还是吃的时候 借给大家控制糖尿病的患者 有一种玉米 其实我们很爱吃水果玉米 水果玉米 对 水果玉米 就是小的那种 非常小 然后吞起来呢 这个水分比较足一些 所以那种玉米呢 它吃起来口感更好 没错 不同的口感 温生素丰富 不同的颜色 不同的营养 今天用黄玉米都切好了 这边呢把油给热上了 接下来我们怎么做大叔 我们开始炒制 炒它 首先我们要把洋葱炒一炒 把这个洋葱的锅里放一点油 爆香这个洋葱 如果要纯正的西餐 可能会用黄油来爆了 对 是吧 我觉得这个黄油还是动物性的油 还是有点溢腻的 对 太香了 保和脂肪酸比较高 没错 还是健康的 还是用植物油 普通的就行了 这边我们把玉米都斩碎了一些 为什么要把玉米斩 不必要微的斩一斩 也不需要完全把它都做成 很细很细的像头 搅的馅儿那样子 就是让它有这种颗粒感 才让它破碎 然后它以这个玉米的这种香味 它会融出来多一些 再一个就是 我们拌进土豆里面 还是以最小的颗粒就好了 是吧 培根给它爆香 对 炒香 一闻到培根的味道就很兴奋 对 炒培根的时候 我们把黑胡椒给它加一些 我总觉得好像有培根出现的地方 就有黑胡椒 有黑胡椒出现的地方 就有培根或者说牛肉 牛肉 这就是 这就是它们比较百搭的 因为黑胡椒跟它们那个味道 它那么比较强味 对 而且还能去腥味 我们现在闻到黑胡椒的味道出来了 那这个时候呢 稀芹 稀芹下去 放里面炒一炒 玉米熟了 所以我们玉米不用担心 你不用急着放进去 好 这个时候呢 可以给它调味了 调味 加盐 盐 基础的 玉米这时候为什么不放进去一起呢 稍微等一下 因为这个 西芹还要稍微重熟 让它重熟一下 这样子就是 彻底把碎的实在都处理好了 玉米放进去咱就可以了 然后把这个玉米放进去 倒进去 好 这样炒它 这个叫杂瓣土豆泥呢 它就是这些东西呢 你可以随便去搭配 对 放一点胡萝卜 我感觉应该要 你像胡萝卜啊 没错 没错 红辣椒啊 这种调色的东西 黄辣椒都是可以往里放的 那放下去之后呢 我们把它炒熟就可以 炒熟 就这样炒香它 而且我觉得好 今天我们这个 如果说你想吃清淡口的呢 你就油少放一点 然后你炒它的时候呢 哎 用那个本身培根出来的油就可以 哦 我没有 就是稍微加点牛奶 就纯的 对 好 就买一盒纯牛奶就可以了 而且没有一盒 一点点就可以了 一点牛奶 给它煮开就可以了 关火了 好 好了 这时候呢 大大告诉你 拌桃桃泥呢 就比较简单了 你看到这个步骤 就知道这菜怎么做了 直接倒进去 这个纯牛奶 我们加上之后 它的味道会比就是我们凉的时候 去感受它更加浓郁 对 因为奶香味 牛奶味足 它会发酸发出来 哎 没错 没错 其实我觉得 如果大家喜欢吃酸奶的话 可不可以就是把它炒完之后 倒点酸奶和它们一起拌 这个酸奶呢 最好不要炒 如果要加酸奶的话 从这个我们的调味料 凉了以后 再加往里加酸奶 它里面这些乳酸菌啊 它受热 它是要破坏它的活性的 对 大家看看 一拌开之后 那个培根呢 加上那个奶的香味 我闻到了好像意大利面的味道 或者说我们常吃那个西餐中 那个做的一些美食中的常有的味道 很香的 好像那个土豆 你比这个牛奶放的要多一些 没错 也更白 我们今天这个玉米黄素 可是比较多 就是 我觉得这一碗啊 我们以前别的地方吃 都是一勺一勺的 一碗太实在了 我今天也就给你一勺 一勺 就是今天有 有的分一勺就很开心了 你知道 这一看就味道就很不错 好了 现在我们可以大快朵鱼的享受 今天自己精心办的杂拌土豆泥 来吧 深挖一口 看看今天这个味道 没有我们享受的那么好 是谁这么弹 挖了这么大一口 特别好吃的 那个培根特别增味 对 是不是 它这个甜自味呢 是本身土豆和玉米的甜 对 不是那种最通俗的甜 你像我们吃土豆泥的时候就害怕 特别甜 你一吃就有点甜的 这个可以当菜用 没错 而且关键我们吃到西芹 在里面真的是能够出来西芹的香 解那个好像是有点厚重的感觉 一般吃土豆泥我们都会炒一下 对 这会增加它的油脂的含量 那我们今天呢 就是直接把它调拌到里面去呢 一样也会有这种可口的味道 那脂肪的含量我们可以减到最低